党刊发长文 鼓励习近平主动拨乱反正 喊话党中央要继续走邓小平的路线 李强高喊企业要多提意见 而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又标志了年内的新高 厦门大学呼吁尽快的准备接管台湾 该文章遭到了官方下架 中共的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长文 以此来纪念中共已故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 诞辰120周年 在这篇文章当中就明确的表示 中国当局接下来会继续的走邓小平所设定的改革开放的路线 并且还意有所指的点出了邓小平拨乱反正的历史功绩 并且说学习邓小平的历史功绩 对于现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当局来说意义重大 这来自台湾媒体中央视的报道说 今年的8月22号是中共的前领导人邓小平120周年的名单 而最新一期的中共的党刊求是杂志就刊登了长文纪念邓小平 而中国的微纪录片红相册邓小平的故事也在线上播出 有香港媒体并撰文指出 中共将高规格的举行纪念活动 并且宣示改革开放讯号 邓小平生于1904年的8月22号 于1997年的2月19号去世 8月16号的时候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刊发了 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的长篇文章 文章首先定调邓小平的地位 指出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军事家 外交家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 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文章先后回顾邓小平在毛泽东时 基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政绩和定论 同时也形容邓小平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峻局面 邓小平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事的错误观点 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 文章并说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文章并将邓小平诞辰120周年 与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做连接 指出在这两个时刻之下 缅怀与学习邓小平的功绩和风范 对团结在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以中国设限的话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具有重大意义 而香港媒体撰文指出 在中共历史上 对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纪念规格是相当的 在邓小平一百周年 一百一十周年民旦的时候 中共中央均主持了高规格的纪念活动 依照惯例 在邓小平一百二十周年民旦之际 预计中共会举行高规格的纪念活动 以此宣示改革开放将进行下去的政策讯号 不过中国官方尚未公布邓小平一百二十周年民旦的活动规格 以及习近平是否会发表讲话 除了党刊求是刊登了长文纪念邓小平之外 中共的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的国家广电总局联合出品二十集 每集六分钟的微纪录片 红相簿邓小平的故事 从8月16号开始 在各大影像网站以及部分的地方媒体每天播出一集 另外中国邮政也在8月12号的时候公告说 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邮票 将于8月22号发行 另外中国各地政府如四川 重庆 广西 贵州等地 以重播历史题材或者是举办书画展等等 来纪念邓小平的名单 中国的厦门大学在8月初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尽快的接管台湾 不过这篇文章随即被官方下架了 而这篇文章之后被美国智库翻译成为了英文 这篇文章当中就说 川普越来越接近要重回白宫了 所以中国统一台湾的日期可能会要提前 于是厦门大学的一个研究院就建议 要尽快的组织专门的力量来深入台湾 来接管台湾的政权 这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厦门大学的海峡两岸城市规划研究院 在8月5号的时候就发文 呼吁中国当局尽快的启动台湾接管准备 宣称随着川普上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统一台湾的时间表随时可能提前 做好统一以后 全面接管台湾的预案已经迫在眉睫 不过文章在发布之后随即遭到了下架 尽管如此 华府智库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 已经将该文保存 并且翻译成为了英文治愈官网 目前在微信当中仍然可以搜到这篇敏感的文章 向门大学海峡两岸城市规划研究院 在8月5号的时候发表的题为 尽快启动台湾接管准备的文章就表示 随着美国前总统川普上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统一台湾的时间表可能随时会提前 香港过去几年的动荡表明 政权移交如果没有充分的做好预案 会对未来社会秩序的平稳移交 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文章还说 由于台湾不存在50年不变的问题 一旦大陆对台湾接管 其深度和广度要远远大过1997年的香港 做好统一以后 全面接管台湾的预案已经迫在为节 厦门大学海峡两岸城市规划研究所 在文中提出了两项建议 第一就是尽快地成立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委员会 第二就是尽快地建立台湾治理试验区 文章说中央台湾工作委员会的唯一目标 就是作为影子政府 随时入台接收对岸政权 首先要尽快地熟悉台湾目前的体制制度和法律 还说台湾作为一个相对于大陆更为发达的经济体 所需要处理的很多问题 都是大陆很少甚至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这就需要这项工作越早开展越好 该文章并且建议凝聚岛内反台独的力量 宣称近年以来岛内统一力量示威 缺乏统一的真正预期和实际的制度载体 中央台工委的建立可以将这部分的力量整合到国家行为 反台独力量就会体系化制度化 让目前暂时被岛内丑化孤立的反台独活动 成为祖国统一后的英雄行为 文章还表示中共之前环台军演 之所以对台湾民众冲击不大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台湾民众认为统一还非常遥远 而只要开始实际政权接收准备 这个行动本身对岛内民众就会产生重大影响 文章并且建议平华政权转换冲击 中央台湾工委相关部门以个人咨询专案委托等些方式 让岛内精英和机构尽可能多的参与台湾接收方案的设计 就有可能对未来的政权转变冲击 准备好更多的预案 岛内也会形成稳定的预期和心理准备 还说让台湾社会觉得政权移交方案是他们参与设计的 会极大的减少未来真实治理的成本 形成社会主流共识 文章还说要尽快的建立台湾治理试验区 说香港最近的动荡就表明 一国两制完全接受现有的制度的做法并不一定适合台湾 台湾一开始就要以彻底融入大陆为目标 为了提前试验政策的效果 培训接管政权的干部 有必要设置一个高度模拟的实体环境 全面类比岛内统一之后的管理模式 另外文章还建议台湾治理试验区的地点 可以选在与金门接壤的厦门祥安区 还有泉州的南安市 特别是由于金下来往密切 在此设立实验区最有力复制模仿台湾现在的行政体制 而文章还建议在实验区内 尽量的模拟真实的台湾政权架构 政策和法律按照统一之后 台湾已采取的实际政策 大到选举制度的存费 小到简体繁体字的去留 远到货币如何过渡 进到教材教师如何交接 然后让各个社会主体 特别是台湾本地人 对交接的方案提出修改建议 在实验区内实现政策快速反复运算 而文章建议培训干部 指台湾脱离大陆多年 在大陆驾轻救熟的干部 在台湾可能要从ABC学起 无论是与居民的互动模式 还是和媒体的沟通方式 都是大陆干部所不熟悉的 就需要一个学习治理台湾的真实场景 实验区可以透过引进台湾退休的军公教人员 协助制定接管的政策细节 缩短政权切换这一风险最大的过渡期 文章还建议要树立执政示范 宣称统一后台湾的治理样本 原本是香港的一国两制 但是在之前捣乱之后 香港作为样板模式 已经在岛内没有多少说服力 这就需要树立一个新的模范 香坟大学海峡两岸城市规划研究院 最后表示统一只是开始 治理才是检验统一是否成功的标准 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强召开了 中国国务院的全体会议 在会议当中他就喊话 说中国政府的各个部门 各级政府要认真的听取企业的意见 要听得见也要听进去 并且要切实的给企业解决问题 不过中国官方发布了最新数据 就显示7月份中国青年人的失业率 又飙升到了年内的最高水平 日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强 主持国务院的全体会议强调 必须要优化政府企业常态化的沟通交流机制 听见企业的呼声 为企业解决困难 振兴消费需要根据不同的群体需求 推出差异化的政策 中共的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指出 李强在8月16号的时候召开主持中国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 他在会议当中就强调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强大动力 做好各项工作 坚定不移地完成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李强还表示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 聚焦财税体制改革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推进新型陈正化等重点领域 推动各项改革措施 发挥作用 系统性地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 而李强认为 增强经济持续回升态势 要更加有力地扩大内需 以提振消费为重点 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畅通经济的循环 在促进消费上 必须要重点掌握成长性 带动性强的领域 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 制定差异化的支持政策 充分地释放消费潜力 而李强还提到 政府必须要发挥投资带动作用 落实支持民间投资的各项政策 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 带动更为广泛的社会投资 必须不断地优化 政府企业常态化沟通的交流机制 听得见听得进企业的声音 为企业解决困难 另外李强还强调 要努力地提高政府工作法制化的水准 各级政府要依法行政 优化执法的方式 着力降低行政成本 提高行政效能 行政执法要以维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目标 对于乱检查 乱罚款等些问题 要及时地制止纠正 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而近期中国经济的数据成绩单 表现欠佳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的生产毛额 也就是GDP的年增率为4.7% 低于市场的平均预期 7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的年增率为0.5% 连续第六个月微负成长 而7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年减率为0.8% 连续第22个月负成长 显示制造业活动不够热络 中国政府近年初的时候设定的2024年经济增长的目标 为5%左右 市场普遍的预期 中国2019期新冠状病毒疫情之后 经济表现低迷 要达成年度的经济增长目标 恐怕有难度 另外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五 也就是8月16号的时候 发布的最新的数据就显示 16岁到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大幅的上升 从6月份的13.2%上升至了7月份的17.1% 这也是近年以来最高的水平 这一备受关注的指数 在2023年的6月份达到了21.3%的峰值 随后当局暂停了数据的发布 今年月份的时候 中国的统计局将在校生排除在了失业率数据统计之外之后 开始按月代发布 不含在校学生的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的失业率 今年6月份的时候 中国有近1200万的大学毕业生 导致本已经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压力加剧 这可能解释了7月份失业率的急剧上升 今年5月份的时候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表示 必须把就业当作民生头等大事来抓 在25岁到29岁的人群当中 7月份的失业率为6.5% 高于上个月的6.4% 整体的劳动力的失业率为5.2% 然而中国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只考虑到了城市地区 因此未能全面的反映出中国整个的就业情况 高企的失业率伴随着其他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 包括显示工业生产疲软的数字 尽管中国政府最近采取了旨在促进增长的措施 7月份的时候中国的工业生产增长放缓 月度的增长率为5.1% 低于6月份的5.3% 也没有能够达到分析师的预期 而在上个月的时候 中国主要城市的房地产的价格再一次下降 显示出了需求疲软的迹象 根据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官方的数据 银行贷款需求也出现了近20年以来的首次收缩 国际挑战也在加剧 欧盟和美国日益加强贸易壁垒 以保护其市场免受来自中国低成本商品 和被认为不公平竞争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